如开车一样,一直在走小路,绕上去绕公路,在老路上开不上高速,不留神就会开回老路。 前世轮回还没解脱,今世轮回又再早,所以一个人的命运就在轮回当中。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傅说,很多人说,一个人怎么走不完自己的命运,因为不断造新业,所以走不出轮回。 师傅还说,做每一件事情,行每一步,都要如履薄冰,非常谨慎,才能躲过命运对你的折磨。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我今天把母亲生病,滴水不沾的事情,和大家做简短的分享。 我们兄弟姐妹轮流在医院照顾母亲,她靠的是鼻孔插管注射营养液,维持生命,用棉签沾水擦嘴唇,都咬紧上下嘴唇。 直到第四天,嘴巴里的痰都长成痰壳了,我们兄弟姐妹心急如焚,不知道如何是好。 当天晚上回家,我认不清东西南北了,问了好几个人才到家。 清急之下,我求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拿出网上法布师部分功德给母亲。 第二天,只帮助她放生两条黑鱼,念了七遍心经给她。 今天,我去医院照顾她。 姐姐和弟弟,以及同一病房的人都说母亲吵了一夜,同病房的人都没有休息好,在此向大家说声抱歉。 母亲中午还接了一会儿氧气,过后不久,奇迹发生了,意念告诉我,把橙子切成小片,到她嘴上轻轻地擦。 就这样来回几次,她张开嘴巴开始吃了,差不多吃了一个橙子。 同一病房的人和护士可以见证,也只有拿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保佑,以及师父的慈悲加持,母亲才能张开嘴巴吃水果。 感恩分享,这位同修分享道,开车竟然睡着,一道白光来提醒,避免重大车祸。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蒂师兄那天去医院,他舅舅得了胃癌要做手术,手术时间很长,从早上十点,一直到晚上八点多才结束。 由于长时间的等待很疲劳,回家的路上开着车,眼皮不断搭了,竟然睡着了。 就在那一瞬间,感觉有一道白光很亮,把他惊醒了。 只听到边上一个司机在骂,怎么开车的,不要命啊。 回想刚才,自己竟然没了意识,感觉后怕,要不是那道光,一定会有重大车祸,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当时就知道,一定是菩萨保佑,梦陷白光来救他。 过后也和朋友说了当时的情景,朋友说,好人自有好报,有菩萨保佑不会出事的。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 还有一天晚上,蒂师兄做梦自己从二楼阳台掉下来,他知道是他的心脏不好。 就在掉下来快两米高的时候,感觉让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接住了,很平稳,一点都没事。 醒来就知道是菩萨来救他了,非常感恩菩萨多次救度。 学佛就能得菩萨加持保佑,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师父。 感恩同修的分享,这位同修分享道,念药师灌顶真言期间打通了我身上的经络,脚后跟外侧小部分裂开式的脱皮。 有点像糖尿病人的那种烂足,念药师灌顶真言都长好了,脚后跟皮肤变得光滑。 念经的时候,左脑受损的地方从头顶一直到脖子发热。 佛菩萨加持给我治病,我犯邪淫导致神经系统和全身免疫系统失调,十多年越是不准,忧郁症和心脏病,身体灿弱毫无抵抗力和抗压能力,尤其是肠胃,之前杀生吃荤严重造业。 佛法是大一王,无论任何疾病皆由心生,虔诚忏悔,行善积德,消除业障,念准提神咒期间,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迎刃而解。 犹豫症特别严重时,念礼佛大忏悔文豁然开朗,本性与假我之间紧密联系,起心动念无不事业,要借假修真,修掉妄想执着, 终有一天光明自现。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求了菩萨后,被偷的电动车,二十分钟后被人骑回来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弟师兄的姨父每天都是骑电动车上下班,单程要二十分钟。 一天,他打电话给师兄姨妈说,电动车钥匙没拔,车被偷了。 水壶雨坯等在后座的箱子里面,姨妈赶紧跟他说,你赶紧求观世音菩萨,希望车能回来。 师兄姨妈也在求菩萨,他修心灵法门非常虔诚,精进。 谁想到,二十分钟后,电动车真回来了。 原来,小偷把车偷掉后,转手五百元买掉了。 买了这个脏车的人,就往家的方向骑。 谁知道,他骑的那条路,就是正好路过师兄姨父上班的门口,他正好下车要买东西。 姨父念着准题神咒,一看,怎么有人骑了他的车,就把他拦住说,这是我的车。 那人说,这是我刚才花五百元买的。 姨父说,这是我刚才被偷的,后备箱还有白色水壶,蓝色羽皮呢。 那人就把车还给姨父了。 从车丢到回来,只有二十分钟,真的不可思议。 菩萨真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 感恩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自大悲的师父。 分享结束,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不让师父悲,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位朱太太,信佛十分的虔诚,修心很精进, 但是她的脾气一直很坏,一动就生气,发火,骂人。 但她只要一念阿弥陀佛,她有时候可以坐在那里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 一会儿敲一下灵,一会儿敲一下沐鱼。 但是呢,念完经之后呢,脾气还是很坏。 这位太太,有一位朋友,一直想让她学佛和生活结合起来。 有一天,到她家拼命敲门, 朱太太,朱太太,朱太太,不停地叫。 朱太太刚刚敲沐鱼,刚刚念经没多事,十分钟,心想, 谁这么讨厌呢,只要不回答她,一般都会走的。 这我们都知道啊,敲门,一般没人回答,她过一会儿就走了。 没想到,刚刚念经,又念了一会儿, 这个朋友继续叫,朱太太,朱太太,在门口一直叫。 叫得朱太太发火了啦,就不开门。 你再叫,我就不开门。 过了半小时,这个朋友还在叫。 这个朋友厉害,叫了半小时,朱太太。 结果朱太太实在忍不住了, 扔掉沐鱼,冲到大门口,拉开大门, 就冲着这位朋友说,你有完没完呢? 你喊我名字要喊了将近一千遍了。 那位女友一点不生气,笑着对她说, 你喊阿弥陀佛名字喊了快十年了。 阿弥陀佛从来没有生过你的气啊。 感菩萨,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佛言佛语。 做错每一件事, 都会对你自己心里增加慢性折磨。 长期以往,心里会有大压力, 会心里自己生病。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学佛人! 嗯,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hadde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